大家好,我是徐晓东,今年是2019年10月9号凌晨0点一刻 我发一个紧急声明,是在我刚才东哥落屏的直播当中 我错误的把封我的新浪微博说成了腾讯微博 对不起,再次向腾讯有关部门方面带一次道歉 这是东哥说鸡东号的口误 事实上是新浪微博连封我9次 再次向你们道歉 向腾讯道歉,向腾讯微博,向腾讯的有关部门道歉 特此声明一下,因为也是我的律师朋友赶快提醒我 让我把这些东西录下来,防止有人会加害于我 那么再次重申,不是腾讯微博,徐晓东的口误 而是新浪微博连续封杀徐晓东9次 严重的涉及到了侵犯我们用户的个人隐私权 这个呢,我是会收集所有的证据,准备输出于法律 实事求是 嗯,这是一个紧急的声明 希望大家能看到,希望腾讯的有关部门能理解 原谅我的这一次事务 再次向腾讯有关部门道歉,对不起 好,紧急声明就到这里 周四东哥拉平见